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 你们认为英国皇室是一个品牌吗 好像问住了 因为从我们出生到现在 英国皇室就已经存在了 没错 它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那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所以英国皇室它是有着凝聚人心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是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 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 比如说上个世纪的一二次世界大战 那还有呢 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冠状病毒的这样一个艰难时刻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英国刚好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Boris Johnson和这个查尔斯王子们 纷纷感染了新冠状病毒 可以说上上下下 英国民众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慌 包括我本人在内 那这个时候呢 英国女王她就来和大家来做精彩演讲了 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战胜困难充满信心 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 英国女王就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告诉大家 英国皇室它还真的是一个品牌 它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之一 那么在英国呢 也是最有价值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调研了一些资料啊 就说英国皇室品牌价值它是由皇室体验相关的延伸构成的 有形资产与皇室为英国带来的生育威望 这样的无形资产组成的 那这句话呢有点绕 反正就总结出来两个点 一个就是它有有形资产 还有一个就是无形资产 那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皇室的有形资产有哪些吧 截止到2019年英国皇室的净资产为880亿美元 那么根据几年前品牌经济的有一个研究报告呢 相比英国纳税人每年为皇室支付的2.9亿英镑啊 英国皇室呢 每年能够为英国经济贡献近18亿英镑 整体的商业价值高达675亿英镑 这个呢还是大概三年前的数据 那么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呢 英国皇室的这样一个价值啊 每年都是在递增的 很多人会问 英国皇室的经济贡献从哪来呢 那么稍微观察一下英国的商业经济啊 就可以发现 皇室呢 为英国带来了可观的年度利益和长远经济价值 其中啊 皇室的资产管理局价值是70亿英镑 皇室的各类艺术藏品 合计价值是100亿英镑 还有康沃尔公爵 也就是查尔斯王子领地 以及兰坎斯特公爵 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 他们的领地呢 分别价值是7.29亿英镑 和3.83亿英镑 另外呢 皇室的无形资产高达264亿英镑 那么根据调查显示啊 那么每年到英国来旅游的这个全球的游客 很多都是冲着皇室来的 所以呢 皇室也是吸引了270万游客来到英国 带来了5.5亿英镑的旅游收入 若是换成相应的无形资产的话呢 价值160亿英镑 另外呢 皇室成员经常外出 出访国家 那么为英国也带来了海外的广告效应 价值超过40亿英镑 皇室授权允许一些英国企业呢 使用皇室标签 那么这一类的授权估值是40亿英镑 国际贸易方面更是带来了每年1.5亿英镑的收入 在脱欧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 英国甚至可以依靠皇室外交来促进与英联邦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英伦旭家聊品牌 那么说到皇室的品牌的话呢 我想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到皇室婚礼 没错 那么每一次啊就是皇室婚礼 其实也就近些年就那么两三次吧 都会看到媒体报道说皇室婚礼带来多少多少影响 多少多少的经济收入 那么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继续盘点一下 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 所经历的三大皇室婚礼 那么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吧 我们首先呢就从1981年的查尔斯王子和大安纳王妃的婚礼来说起吧 其实当时呢查尔斯王子和大安纳王妃结婚的时候呢 英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但是呢他们还是吸引了全球7亿多观众 来观看他们的皇室大婚 那么大安纳和查尔斯的婚礼呢 为英国带来了143万的国外游客 贡献了大约3.75亿英镑的收入 2011年呢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他们大婚 可以说呢也是给当时非常低迷的英国经济充了充喜 带来了喜气 那个时候啊英国的赤字高达1550亿英镑 失业率超过了7% 卡梅伦甚至宣布了严厉的财政削减计划 但是威廉王子呢和凯特王妃他们的这样一个皇室婚礼啊 信了全球20亿人观看 那我当时呢也是在海德公园 跟很多朋友在这个大屏幕上观看了这个皇室婚礼 那么到现在呢我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在威廉和凯特结婚的那一个月呢 就让英国增加了35万的游客前来英国旅游 那么给英国带来了6亿英镑的消费收入 通过这样一个皇室婚礼啊 英国呢可以说是毫不费吹灰之力 就展示了英国的皇室形象 品牌形象和国家形象 信了全世界的关注 还可以看到这样一场婚礼呢 对英国的旅游餐饮娱乐 以及地产汽车奢侈品消费等等 都带来了很多深层次的影响 而且当时啊凯特王妃她穿的衣服 只要一出现在媒体报道当中 瞬间就被抢空 那么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 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最近的一次皇室婚礼 2018年哈利王子和梅根的皇室婚礼 虽然说这一对新人呢 经常都在闹些幺蛾子 但是呢也不可否认 他们当时的大婚呢 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品牌形象 以及英国皇室的宣传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皇室婚礼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吧 哈利和梅根的婚礼呢 是花费了3200万英镑 大约是2.75亿人民币 其中呢 结婚蛋糕是5万英镑 是人民币43万元 花束呢 是11万英镑 价值95万元人民币 餐费呢 是28.6万英镑 价值245万人民币 安保是2000万英镑 价值1.75亿人民币 那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这样个开支哈 虽然说他们花了不少的钱 但是呢 确实根据统计显示 他们的婚礼啊 给英国呢 带来了10亿英镑的收入 就是因为这场婚礼啊 带来的民众消费 比如说旅游业啊 还有这个婚礼期间的广告啊 餐饮啊 聚会啊 还有周边的各种消费等等 据说啊 哈里和梅根的婚礼 公布之后啊 温莎城堡周边的酒店价格就涨了很多 平均价格是629英镑 那么景点的游客乘数呢 是上涨了40%左右 在Airbnb和Booking上面的一间 可以俯瞰皇家婚礼巡邮路线的 这个房租的价格 甚至是涨到了每个晚上 3000英镑 那么在当地的一些 四星级的酒店 四星级的酒店啊 都已经飙涨到了 4000英镑一个晚上 这简直太夸张了 因为在伦敦市中心的 五星级的酒店的话呢 旺季的时候价格 也就是500英镑左右 那这个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英国皇室品牌当中的 一小部分内容 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皇室宝宝 他们所带来的品牌效应 那么也请大家呢 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英伦序家聊品牌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拜拜